先看到苗栗县通宵镇白沙屯拱天宫的妈祖徒步静香之旅 21号凌晨灯觉出发 因为乡客人数众多 随行车辆和人龙绵延省到台一线 场面非常壮观 苗栗县通宵镇白沙屯拱天宫妈祖 21日凌晨灯觉起假 在身外新状刺庸下展开11天静香清晨 静香队友出发后不断往南赶路 下午就已抵达台中事务七区 逐中仅休息两次 一整天妈祖大军行行超过百公里 挑战香客体力 白沙团妈祖进香路程不低 全靠妈祖软郊指引方向 今年吸引近3万信仲加入 创下零年新高 21日出发后 若一不觉的人龙与随行车辆 明年省到台一线场面壮观 晚间10点过后 拱天宫内外人身顶飞 妙方替妈祖染相沐浴更衣后 凌晨12点15分 众人接力 送妈祖跟轿 山边妈祖也碾桥会合 现场热闹飞 凌晨4点 起驾及时一到 妈祖软郊随着铜锣声 前后摇晃数次后 忽然冲出宫门 夜宵深中 电炮四起 拱天宫内外万同钻斗 拱天宫管理委员会主委 红文华指出 出发后 56小时内要抵达北港长天宫 虽不如去年即行赶路 但妈祖软郊先少停歇 较沉平稳 23日上午10点惊火后返辰 预计31日下午2点35分回宫 联合报 黄姐 杨力报道